本節目由鴻海教育機器會贊助播出 酸的 深層的 Oxygen 哇 我的老公好厲害喔 不過為什麼藍素說是錯的啊 水面上升代表空氣變少 藍素說卻認為空氣會變多 實驗與理論相反代表藍素說是錯的 這麼說的話不就代表 這就代表我們推分藍素說了 耶 你看 拉瓦結智很棒啊 只是我的老公他提出來用氧氣 取代藍素之後 竟然有科學家說他把酸 移到金屬上會產生一種很輕 而且可以燒的氣體耶 他們說這就是藍素 雖然我老公不相信 可是卻怎麼樣 又沒有辦法證明他不是 不是 是嗎 嗯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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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屬上的低酸 确实会出现可燃于很新的气体 但烧完的金属低酸却不会有 如果这种气体不是燃素 那它到底是什么 燃素派认为燃烧时燃素会跑到空气中 但拉瓦杰在燃烧实验中却发现 燃烧后空气变少了 于是它推论燃烧其实不是燃素 物质分离 而是物质与某种气体发生了结合 它将这种气体命名为氧气 少了氧气物质便无法燃烧 木头燃烧时 碳与氧气结合产生二氧化碳飘入空中 金属燃烧时 金属会跟氧气结合成金属氧化物 这套理论合理解释了为什么木头燃烧变轻 而金属燃烧变重 但却无法解释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为何金属碰酸会产生气体 但金属氧化物却不会呢 这个时候燃素派科学家卡文迪西发现 金属碰到酸产生的气体 点火会燃烧还会生成水 燃素派科学家们认为 这就是他们在寻找的燃素 不过拉瓦杰在得知这项发现后 却不这么认为 他推论 水的组成应该就是氧以这种气体 便将这种气体名为水的生成者 Hytrodrin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氢气 如果水是由氢跟氧组成的话 当酸性的水遇上金属 水中的氧就会被金属抢走 被抢走氧的水就会变成氢气跑走 这样就能解释为何金属碰到酸石 会产生气泡了 来啦 我直接过后 老公 你继续想 我去拿就好了 不得了啦 老公 老公 嗯 看着 是 是燃素派卡文迪西发的信 他说 燃素燃烧会产生水 真假 燃素在氧气中燃烧会生成水 我知道了 它根本不是燃素 是一种全新的气点 既然它会生成水 我就将它命名为水的生成者 Hytrodrin 看来我终于可以确定燃素做的是错的 我需要先去休息一下 不知道老公明天会准备什么神学实验的 我好期待哦 看老公这么累 不然我帮他准备纸甘蓝 还有葡萄拉补充一样好了 你这是重复的片段用不捏 这个pose玛丽恩觉得帅叫我多秀几次 要你管 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水位上升代表燃素做错了吗 那还不简单 因为燃素跑出来的话空气会变多 但水位上升的话代表空气变少啦 哎哟 看来你已经有我一半厉害了嘛 你小臭屁啦 我早就知道燃烧是用氧气 还不是你自己被什么燃素说骗 虽然燃素是错的 可是他们还是很有价值啊 你看帮助我的普利斯特利 还有卡文迪西 都是燃素派的科学家呢 嗯 吵架有什么价值 这只是科学家比较激烈的讨论方式啦 哦 我才不想跟你激烈讨论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